太不容易了 你们知道闯完二月这一关 对于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我给你们盘点一下 上个二月你们打完了哪些大报子 首先是月初的这个入邦的火星星克 南北郊 上一次一样的配置是在2005年的二月 也就是19年前 看看当时的新闻 再看看 故身两个世界 所以知道为什么我在年运里面就强调 让你们管好钱袋子吗 有多少人提前布局了 平稳度过了 可以来打个卡 然后就是二月中旬的这个天王力十足的新年 你们的生活迎来了哪些新的改变的 上一期我就说过了 我自己在这个过年期间 有了非常重要的突破 然后新闻里面 我们果然也等来了科技领域的好消息 这也就是这个OKI发布的这个sour 相当于人类科技界的一次地震 也可以说是冥王水平时代的一份界面里 那么进入到中下去 大家也明显看到了这个火力的失控 小到震碎三关的斗选月链 大到到处的火灾和突发事件 知识点的上个月也跟你们细说了 可以回旧自己冲 最后是24号的这个满月前后 你们做了哪些断悬离呢 哪些人扛下了一些压力 有哪些人又处理一些健康问题 还有哪些人跟领导长辈做了别离 到了三月份呢 整体的节奏是中上旬继续有各种意外刺激 然后下旬稍微消停一点 月顶的又开始紧张起来了 具体来说这个一号的开局 就引动了金火跟木天的行客 整个上半月就是弥漫在这种计划 赶不上变化快的气候当中 小到情感关系 适合玩乐大到 金融市场 社会舆论都是那种 在短期内的波动 就是很大的状态 也容易有那种什么 割伤烫伤 烧伤切断 坠落之向 所以要注意那种用刀用电啊 灯高啊 飞行相关的问题 重点必顾日期呢 有一号八号 十号或者十四号 尤其是狮子水平天杰金牛座 不过一号同时还有一个日幕的六合 相对会幸运一点 也就是说有旧场的余地 或者说坏了事也有人来给你兜底 像这个狮子金牛双鱼双子座 也有往吸引到贵人 二号呢 是精心精准四分到天 往心 这个容易带来金钱情感 社交媒体等方面的变化 有惊喜也会有意外 对于个人来说 容易有财务的意外进出 还是要看好自己的钱袋子吧 特别是白羊巨蟹 魔戒和天秤座 感情方面呢 点名金牛狮子天秤天蝎水平和摩羯座 你们当中很多人 要么容易盲目地去追求新鲜感 光整那些不切实际的期待 要么就容易因为距离而产生误会 有对象的人 这几天不妨给彼此一些距离和空间 去发现他身上一些 之前没有被你看到的闪光点 而单身的人来说 尽量不要对那种一见钟情太上头了 对于想要臭美的人来说 这几天还是要好好去斟酌的 不要去突发奇想搞什么新花样 8号除了刚才说到的 这个引动了火天丝分向容易带来伤害之外 还有一个水海的精准核枪 也会突出水星相关的问题 比如说呼吸系统的疾病啊 交通意外啊 海洋问题啊 还有这个电子产品的问题 还有谎言欺骗等等 大家也是要注意健康 不要去乱凑热闹了 还有就是不要相信一些大饼 现实一点看问题 特别是双子处女双鱼和射手座 要自己有主心骨啊 要有点定力 而这个狮子天城和摩羯座呢 要注意呼吸系统 还有长刀问题 还有就是交通安全之类的问题 出行要多做一手准备 10号是精准的火天四分向 又是一波不好惹的形象 其实这个力量会覆盖整个上半月的时间 像这个航空啊 科技啊 人工智能通讯等方面 容易有一些重大的事件 可能是在冲突波动 还有意外当中会发现一些错误和矛盾 还有一些遗留问题 正好让我们去看到去解决 这几天的很多人的行为 也不是那么的稳定 尤其是盘里面有 狮子水平天蝎金牛座的 有的是自我抽风 有的是计划容易被打乱了 但是相信咱们的粉丝 都可以稳住自己 也能够远离一些不靠谱的人 不靠谱的事情 更不会去碰那些危险的东西 同时10号也是双鱼座的新月 这次的新月很有意思啊 就力量跟上一次有的一瓶 不过她影动的心体就不一样了 这个氛围也是不一样的 这次新月呢 首先是伴随了刚才说到的 这个火天四分像 某些局面的开启 可能就来得有那么一点不讲道理 同时呢 还有这个莉莉丝啊 她就在这个新月的对面 有的人就容易明着一套 按着一套 轨迹多端的 如果说你是要许愿 要立flag啊 你就要想想你寄喊的这个口号 是不是你内心真实的东西 你是不是在掩盖自己更大的欲望 你不敢生长 建议你们还是勇敢一点 纯粹一点 脸皮厚一点啊 就是现在你可能弯弯绕绕的 躲过了某些眼前的尴尬 但是后面还是要花更大的代价 来给自己擦屁股的 话说话来 这个新月还是蛮重要的 我就经常在新月的时候 给自己有意的去做一个突破 很多人呢 也会在新月的时候 给自己定下一些新计划 许愿的关键词呢 我也给大家列出来了 不然该怎么许愿呢 可以后台呼我 12号之后呢 有个好事啊 就是这个金星进入到双鱼座了 一直会持续到4月5号 这个双鱼呢 是金星的入望之地 所以金星所掌管的这些事情啊 都有机会得到滋养 至少月底之前还是不错的 比如说情感关系容易升温啊 一些合作也比较好谈 很多人赚钱也会感觉 相对比较好赚一些 像这个双鱼处女金牛和天蝎座 你们的魅力会提升 人员会旺起来 试则和水平呢 赚钱会更加的轻松 财运也会更加的好转 天秤和双子座 在工作当中容易遇到贵人 17号也是一个要避坑的日子啊 大家脑子要清醒一点 不要带着滤镜去美化那些 还不成熟的事情 谨慎做决定 说白了就是别骗自己 也别被骗了 这天前后很多人可能会面临 事业人生方面的一些困顿 去思考自己该何去何从 在迷茫当中可能会想要去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自己看起来这个是理想 但是身边的旁观者会发现 这不过是你一厢情愿的骚操作 建议还是要多着眼现实 这几天大家也不要多管闲事 容易莫名其妙的就给人背锅了 特别是双子射手 双鱼处女 还有白羊座 不过这几天也适合做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艺术创作慈善 还有身心疗愈之类的 到了20号 这个太阳进入到了白羊座 也是春风的节气 春风至万物生 代表生命力的这个太阳 它也是进入到了入望的位置 加上这个金星也是入望 并且被这个土星保护起来了 这几天就整个是很靠谱的一个氛围 要目标有目标 要行动有行动 要资源有资源 其中白羊天车射手 桃花好人期望 摩羯座家里会有好事 也会有故人回头 资源翻新 双子巨蟹和天蟹座 可以在事业上面大展身手 狮子和水平脑力提升 学习培训之类的事情效率高 双鱼处女座财运好 不过花销也比较大 这个金牛就容易成为幕后大佬 不过也适合修身养性 但是由于这个太阳进入到白羊座之后 就逐渐靠近了北焦点 整个大环境也会慢慢的 看到一些问题暴露出来 有的是竞争冲突 甚至暴力的升级 有的是地质气候的问题 这个市场把估计又要开始坐过山车了 提醒大家系好安全带 特别是在这个23号之后 一直到4月初的时间 火星进入到了这个双鱼座 慢慢的也要跟这个土星合线了 就是发生在咱们的二宫 这个也会带来一些财政金融的难题 所以说这个月底 大家赚钱花钱都不要太激进 还有就是人际关系的问题 还有就是这个健康上的一些问题 也会在这个3月底到4月初的时间凸显出来 大家也是要稳住自己的情绪 可能需要在压力当中不断地锻炼自己 凡是呢也不要去硬碰硬 同时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其中白羊座需要特别注意睡眠 不要去惹小人 金牛座呢需要注意人际关系 还有就是互联网上的一些冲突 双子和天成座容易有一些职场的变化 你们都会比平时更加的忙一点 也需要注意自己的健康 摩羯巨蟹呢在学习上效率还是蛮高的 但是一些文件容易出错 考试呢也容易粗心 关键时刻小心掉链子 狮子水平和双鱼座赚钱会比较积极 同时花的也是挺多的 处女和天蝎座的话 感情上会比较有激情 但是注意不要冲动上头 紧防烂桃花 月底最重要的就是25号的 这个天成座的月时满月了 刚才说了20号之后 这个太阳逐渐合向了北焦点 这也是这次满月的一个关键力量 可以说是加强版的断舍力量 对于感情关系不是太稳定的人来说 这天前后可能会面临取舍 对于已经拉扯了很久的这种竞争 或者是矛盾关系来说 也容易在这天前后 一掘高下或者说来个了断 如果说想要彻底摆脱掉 之前的枷锁的人 也不妨在这天前后 勇敢的跟过去翻篇 或者是给自己做一个清理 实际上星座在满月适合的清理内容呢 我也在文字版给大家列出来了 可以后台呼我 最后收好这份指南 月底回头再看